法国士兵为了逃脱兵役 竟将手放在炽热的枪管上 还有人削尖子弹 将子弹装进枪堂 对着自己的手横满 对自己下不了手的士兵 会找来同道互相伤害 更有甚者会点燃香烟 故意将手暴露在敌方狙击手势线内 火光吸引了敌方狙击手的注意 一枪打飞了士兵的手掌 他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早日回家 因为上头有规定 凡是在战场上受伤导致无法参战者 都可以申请提前退伍 因此自残的行为在当时的军营常有发生 但这种作弊的方式 一旦被上级发现 就会被当场判处死刑 这天就有五个幸运而不幸被查 通过检测他们的伤口 上级断定他们是故意为之 当场判了几人死刑 士兵将五人押往战场中央 第一名受死的士兵是个热爱自由的乐天派 他从来都不喜欢战争 因为战争给人带来的伤害从来都是无法无聊的 他每天都会号召同胞们放下武器 早日回家过日子 但同胞们也是无奈之举 身为一名士兵并不能决定这场战争 于是他只能选择自己逃离战场 却不料东窗事发 他是第一个被推上战场的 面对死亡他只觉得是解脱 只要能离开这个该死的战场 于是坦然张开双臂 淡定地迎接死亡 第二名逃兵是个木工 他是这五个人中最冤枉的 实际上他并不是故意自残 而是在睡觉时一只老鼠钻进了被窝 打老鼠不小心伤到手指 面对死亡木工毫不畏惧 慷慨激昂地唱着国歌 诉说着自己的爱国之情 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枪导下 第三名走上战场的是一名混混 由于范老师被抓 参军就是为了将功补过 但残酷的战场远比坐牢可怕 贪生怕死的他此刻彻底怂了 不停地挥动手中的白色裤衩 连哭带喊的求德国鬼子饶他狗鸣 战壕里的法国老兵实在看不下去 没见过这么丢人的士兵 直接一枪送到他 第四名逃兵原本是一个农夫 他原本拥有幸福的家庭 却不幸卷入战争纷争 面对迎面而来的敌军战机 农夫果断拉开守备朝飞机丢去 飞机尾翼受刹冒出滚滚的面 农夫也不幸被子弹打伤 最后一名是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士兵 他的下场只会更惨 新兵点燃一根蚊香 夹在手中伸出战壕 火星吸引了敌方狙击手的注意 子弹瞬间穿透了新兵的手掌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逃离战场 战场上不发正常逃逸的士兵 在审批时长官怀疑他们有自残逃逸的行为 于是当即决定将他们送上战场自生自灭 新兵尼克在受死之前 还逃出匕首在树上刻下自己与未婚妻的名字 祈祷来是再续前缘 随后坦然负死 其余四人也相继重担身亡 但其中一名幸运儿在被炸之后并没有死 醒来后不远处有间地角 他迅速爬进地角躲避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听到外面有动静 探出半颗脑袋观察情况 看到两名几方战士正在打扫战场 起料下一秒 空降一枚炮弹直接带走两人 他也被炸弹冲击过先进去 炸弹炸毁了地角门 一名被炸昏的士兵晃晃悠悠走进来 随后缓缓倒在了楼梯上 农夫来到他身边 从口袋里翻出一袋压缩饼蛋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随后又脱下士兵的鞋子 穿在自己脚上 接着调换了他的身份名牌 悄悄爬出了洞口 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仔细一看原来是新兵尼克 尼克中弹后并没有死 农夫来到尸体旁 扯下他的名牌给了尼克 随后一路背着尼克来到战地医院 起料医院也不安全 刚没喘口气 医院的风炸接触 医院顿时陷入一份混乱 突然一枚炸弹卡在了屋 屋顶恰巧有一只巨大的氢气飞艇 眼看飞艇就要碰上炸弹 农夫赶忙拨动脚盘 阻止飞艇继续上升 不料牵引绳却突然断裂 紧张的气氛瞬间拉满 所有人立即冲向大门 农夫则躲进了一旁的储物间 炸弹刺破轻弃飞艇 一瞬间火光四十 大火燃烧了成农夫 医院内所有人继续循庆散 只有农夫侥幸活了下来 他就过来的尼克 却自此不见了踪影 农夫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未婚妻安妮很快 收到了尼克阵亡的消息 但安妮总感觉自己的未婚夫还活着 在尼克上战场之前 两人还在村口的大中上课了彼此的名字 他相信幸运之神一定会眷顾他们这对苦力鸳鸯 安妮找到了当时奉命处决他们的班长 可班长却说反正是看到他重大了 具体怎么样他也无从知晓 但他却拿出了一摞信件 这些都是阵亡士兵留下的绝笔信 原本是要寄给他们家人的 却遭到了班长上级的制止 为的就是私吞里面的军饷 不得不说这胖子真是缺德 安妮打开未婚夫的新建 看着李未婚夫的照片 对于胖子的仇恨顿时涌起 花季少女将老头按在床上 捆住他的双手双脚 老头迫不及待想要地开启双人游戏 其量女孩又拿出布条蒙上了他的嘴 接着女孩走向抽屉 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手枪 恶狠狠地盯着这个糟老头子 随后将枪对准天花板上的镜子 朝着镜中的老头开了一枪 玻璃瞬间掉落 扎穿了老头的肚子 老头就这样死在了温软床榻 女孩名叫安妮 曾与未婚夫尼克约定杖打完就回来结婚 尼克为了早日见到女友 竟不惜伤害自己 故意设法让敌军打穿了自己的手掌 想以此获得提前退役的资格 不料东窗室发现被枪毙 被人救到医院却不让医院高手超人 自此失去了音息 安妮四处寻访尼克的战友 试图打探未婚夫的消息 却无意间得知了胖老头扣押士兵信件的事 于是故意接近老头 一枪要了她的口袋 随后继续踏上巡夫之旅 可找了许久始终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殊不知女孩的未婚夫并没有死 她在医院被炸伤后陷入了婚名 醒来以后就失去了记忆 医护人员根据名牌上的信息 将她送到了一名老夫人家里 在老夫人的细心照料下 尼克的身体很快痊愈 女孩这边也终于有了线索 叔叔指着报纸上的信息告诉女孩 当年被处决的五个人中 有一名农夫活了下来 安妮当即踏上了去往农夫家的火车 从农夫的口中得知 当年尼克面对死亡时 还掏出匕首刻下了两人的名字 一击朝着她发射了几枚子弹 随后便倒地不起 可当她侥幸从地窖中逃出来时 却发现尼克还活着 她一路背着尼克赶往战地医院 一路上尼克满嘴都在喊着安妮的名字 好不容易到了战地医院 又遭到了狄青天炸 自己侥幸逃脱回到家乡与妻子相聚 至于尼克大概率是死在那场爆炸中 听到这里 女孩的信念终于崩塌了 她停止寻找尼克 将自己关进小屋 她要在这间屋子等着尼克回来 这天 游地员骑着自行车 将一封加急信件送到小屋 叔叔将信件交给女孩 告诉他尼克还活着 之所以不来找她 是因为尼克失业了 被一个老妇人收养了 但老妇对于尼克的身世也是一无所知 直到前不久老妇去世了 尼克的记忆才零零碎碎地闪现在脑海 她依稀记得自己有一名未婚妻 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女孩家的地址 女孩来到院子里 看着未婚夫的背影 不禁湿润了眼眶 或许是她的努力感动了上天 终于让这对有情人再次相见